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 11歲 下個月滿12歲嗎 沒有 明年 明年才12歲 因為剛剛有Google 那你剛剛有看到柯佳燕姐姐了嗎 有 那你們兩個有合體照相了嗎 還沒有 他有跟你打氣加油嗎 因為他好像沒有看到我 但是我有看到他 因為他那時候不恨 所以你等一下會去找他嗎 不知道 那你得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想放鬆 大哭意思 有沒有想要把這個獎座放在哪裡 我想要 放在我家最懸念的 那今天要不要先倒著睡覺一個晚上 嗯 可以 會放在書包裡面帶去睡覺嗎 對 不會到要這樣子 太貴重了等一下 太貴重了 等一下 沒有 因為我們都是平常心的狀態 也沒有特別就是這樣 要幹嘛 但是等一下去討論一下 剛剛說你以前有試鏡 然後是你自己想要一直演戲 是家人的時候還不覺得你 就是一開始我爸爸就覺得說 我應該不會吃這行飯 所以就說你要不要換一個東西 就是你不一定要當業者 然後我就很堅持說我要 繼續演戲 然後 對然後就是我自己就知道現在 然後到現在爸爸媽媽也是 他幾歲 你幾歲的時候他告訴我 你不是很刺激 真的 有一點忘記 反正就是 大概四歲的時候 就是四歲開始 就是四歲的時候 開始拍狗狗 那你要不要對鏡頭 跟他說 我就是要吃最好的 沒有沒有 他現在已經支持了 他就是 那為什麼會想要當演員 這麼強烈的動機 就是一開始吧 就是我從小就很喜歡表演 然後不會怕鏡頭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我也很想要出現在電視上 因為我覺得可以在電視上很酷 然後我就是 就是想要去拍廣告拍戲 然後 然後爸爸媽媽就找到這個 就是可以四季的地方 然後就開始就開啟了 對 那BIG裡面那麼多優秀的演員 然後只有你入圍 你有沒有覺得就是 其他人有沒有跟你親戚或打氣這樣 沒有覺得其他人自己一組很可惜 有跟他 反過去跟他們加油 我覺得大家都有 就是大家都有厲害 就是雖然這次沒有入圍 但是 也希望大家 之後也可以入圍 然後一起的講 對 那你以前四季那麼多次 一直失敗的時候 你有想要放棄過嗎 沒有 我自己 沒有想要放棄過 很堅持 那爸爸媽媽勸你放棄的時候 你 你怎麼說服他們說 你要再來試病 其實那個時候 我也沒有記得很清楚 但是 呃 怎麼要來試病 因為BIG是就是近年 所以就是沒有說服 因為那時候他們已經 就是 已經 就是可以了 然後 怎麼說服 就是 因為我就一直跟我爸說 然後我要 我可以再試試看 再試試看 搞不好就會中了 然後結果 就試了一兩次之後 就真的中了那個 統一附近的廣告 對 然後我爸就相信我 好 你就去吧 對 所以你說的三十幾次不是指BIG 是指別的戲嗎 對對 別的戲 一開始的時候 那你說你想要出現在電視上 你有最想要為了 可以跟誰一起練習嗎 還是你那時候是看到誰 所以你才 沒有 那時候就是看一些電視劇啊 然後就是看到有小朋友在上面 我就想為什麼大家可以在上面 然後我也想要 對 你畢竟也是跟 拍過想見你 跟許光翰一起拍戲的人 那那個 許光翰有跟你打氣加油嗎 還是你們還有連動嗎 沒有連動耶 因為他可能最近比較忙 對 就是沒有連動 最近比較忙 他最近好像也有別的戲在選擇 所以你還是會關注他這樣 有 然後有一次的時候 就是 那這些年來都一邊拍戲 一邊讀書 會不會覺得很累 我覺得還好 就是因為這樣分的時間都是在 就是 都是 呃 放假的時候 或者是 就 假日 或者然後暑假的時候 所以 基本上沒有太當到上次 在後面就看著 這邊 褲子的那個妹子 然後還有跟姊姊一起 然後我們在後面 姊姊是為了這個 姊姊貼的 就是為了今天才會 就是 今天為了姊姊搭配這一身衣服 我們結束到回去的時候 還有 對 她有點 你不捨這樣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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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繼續吃這行飯 對 我繼續吃這行飯 繼續吃 繼續吃 加油 謝謝 恭喜加油 好